大家好 我是乔娘 今天用苹果丝瓜来煎饼吃 台方架 大家都好吗 我们拉开这边上去 看看 好几大的雨 再拉开这边上去 已经几个小时了 就像瓢河河倒雨 一直下不停 还是没有出去买菜 这叫苹果丝瓜 上次我说成了番茄丝瓜 今天的丝瓜我们用来煎饼吃 这样能保住了丝瓜的水分 上次我们已经煮汤吃了 但是这样的苹果丝瓜 听说还可以生吃 因为非常的甜 不舍得用来煮汤了 所以今天加一点面 用煎的 完全保住水分 这样的丝瓜 操作起来很简单 就切成薄片就好 大概一公分的厚度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丝瓜 你用普通的丝瓜也可以 但是普通的丝瓜 切片比较小 操作起来更简单 看这一个丝瓜多大 不要加盐 不要加任何的调味料 直接撒上面粉 因为丝瓜会出水 面粉起到了吸收水分的作用 这样丝瓜的汤汁一点不浪费 面粉堵动一下 只要两边都沾满了面粉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注意哦 不要先加盐哦 如果先加盐出水分就不好办 加花生油 就可以开始煎了 一直用中小火就可以了 丝瓜很容易熟 分分钟就熟 丝瓜本来是可以生吃的 所以不要担心不熟 哦 外面这个大鱼哦 我都没有办法讲话 不要一分钟就要翻面 先放一点面粉 翻过来就是很漂亮 如果你愿意夹肉 也可以两片放在一起夹肉 像做马铃薯盒子一样 这样就是完全熟 煎的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一共没有两分钟 这样煎出来非常的漂亮 这种做法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的过程 吃了很健康 下雨天真的不需要出去抢菜 平常你的家里肯定有这些 芝瓜啦 番茄啦 洋葱啦 这个时候出来台风就可以吃 这样煎出来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颜值又很漂亮 看这些汤汁慢慢的流出 这是捞水饺专用盘 可以滤出汤汁和油汁 但这个汤汁 是丝瓜原生的汤汁 甜甜的 现在加一点点的盐巴 你也可以蘸酱油膏 蘸大蒜都可以 蘸一点点的五香粉 这样吃起来就是最天然 最原始的吃法 所谓简单的烹饪 高端的美味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甜蜜 可以蘸这些汤汁 汤汁里面有一点盐巴 有一点五香粉 这样蘸一下 吃起来就是刚刚好 可能大家从来没这样吃过 这样的吃法是最健康最养生的 因为很少的油很少的盐 像这些汤汁蘸一下 就香香的甜甜的 平常如果炒菜 全家吃不完一个到两个 但是你这样煎起来 真的还是不够吃 台湖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有个朋友留言说 上午去买水果好贵哦 小娘水果也不去买 这是我前段时间教大家如何 储存荔枝 这不储存的荔枝现在拿出来 就像现彩的一样 你看一点都没有差别 刚才大家看见我的 切丝瓜旁边有白白的 那就是刚拿出来 现在已经退冰 挺多退十分钟就可以吃 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 冰冰凉凉 但是一点都没有感觉 这是冰过的荔枝 所以这种保存方法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把荔枝洗好 直接放冷到 吃的时候拿出来退冰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你看这个还没有退完 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 好了 这就是今天台湖家 不出去买菜 就吃冰箱里的 不知道您家都在吃什么呢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